赵丽颖林更新恋情传闻持续,两人在一起的可能性大吗? 万打少奶奶不愧是九亿少女的吗?靠脸镜上戏,姿色可不是空有其表,女朋友接连不断,林更新可不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 01.从楚桥传道与凤行,林更新与赵丽颖再度牵手。 7年前,7年后,两人为观众上演一出出梦幻联动。 从开播最初的终于将炮了,7年的宇文月捞了上来。 双引号。 到近期关于二人剧中文戏,圆房戏的热搜上个不停。 这两人可谓处于风口浪尖上。 众所周知,林更新身上的标签一直离不开服姓二字。 2016年,他接到楚桥传邀约时,压根不感兴趣。 不仅打戏诸多,剧本也吸引不了他的兴趣,原著都没看完。 然而很快,他便自己打了脸。 只因听到对手戏演员是赵丽颖,他便有了180度大转弯。 对方认真的态度和入目三分的演技,领林更新心持神网。 抱着省心与更上一层楼的心态,林更新二话不说接了下来。 果然,这个桀骜不驯的人被赵丽颖的满身能量所感染。 等到七年后赵丽颖再拍与奉行,原搭档演员因档期问题此演。 赵丽颖不由自主映入脑海的合作对象便是林更新。 两人不负众望,给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。 与此同时,观众对两人的CP更是磕得要生要死。 毕竟除了剧中,现实营业更精彩绝伦。 林更新拍摄短视频时,贴得横幅是赵丽颖夸过他的话。 当他直播时,赵丽颖更是亲自下场。 狂轰乱闸一番,做文榜一大哥未至。 对此,林更新用一个熊猫玩偶当作谢礼。 赵丽颖那边也丝毫不含糊,直接发文表示感谢。 对于这些光明正大的小动作,网友欣喜若狂。 乱点鸳鸯普想要将两人凑成一对。 然而,这注定来说是痴人说梦,异想天开。 毕竟到不同不相为谋。 02.如果说赵丽颖是靠自己逆天改命的大女主。 那林更新就是随性且浪荡不羁的浪子。 农村出身的赵丽颖选择了一条艰难且坎坷之路。 富二代冯绍峰对大女主的她来说都不值一提。 更何况是女友一个接一个的林更新呢? 如果说进入上戏需要真材实料,那一定与林更新毫无瓜葛。 毕竟,她只凭借一张脸,一双眼睛便令面是老师趋之若鹜。 不同于赵丽颖为了进入娱乐圈使出浑身解数,林更新纯属误打误撞。 能成为一名演员,完全是因为调皮捣蛋惯了的她突发奇想。 只是想着试一试,玩一玩,没成想无心插柳柳成印。 颇有姿色的她靠着一双深情的眼神将上戏老师打动。 面试时,站在雪地里的她看起来那么的可怜。 可谁知,只是一场误会。 在老师看起来无比可怜且透露着强烈渴望的眼神。 其实只是因为林更新视镜视眼,谁也看不见。 但无论如何,靠刷脸一路过关斩将的她顺利拿到了第三名的成绩。 可进入大学之后,她却彻底放飞自我。 怪不得林更新会有林狗的称号,看她办的事就知道了。 进入大学后,想法独特的她以为上学全是靠自愿。 生性爱玩的她吸烟,打游戏,就是没有上过一次课。 直到后来被记过,这个诧声才恍然大悟。 为了将学分补上,跑去献血的她足足在床上躺了三天。 最终,还是在安施和燕的逼迫下,林更新才奋发图强。 面临被退学风险的她终于迷途知返,开始学会了天天向上。 顾得不说,林更新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。 跟赵丽颖比起来,她简直如同探囊取物。 帅气的外表,独特的气质,成了林更新的招牌。 大三那年,凭借实力,她一举通过全国几轮封面书母的征选。 并被独具会演的饶雪曼看重,担任佐尔南一号张样的书母。 帅气硬朗,身材高大的林更新就好像是从书中走出来的一样。 一夜之间,她收获了数万人的喜爱与支持。 同时,无数橄榄枝纷纷向她抛来。 这个稚气未托的大学生频频露脸于电视剧、电影及广告之中。 在康师傅牛肉面和书雷喜发水中都有她的身影。 搭档前辈张震、方忠信等参演了电影蓝色史车局。 与大咖们的合作领林更新受益匪浅,也为她今后的演员之路打下基础。 2011年,23岁的林更新出演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中的十四阿哥一角。 虽然涉事未深,但她对角色的演绎却深得书迷和剧迷的一致认可。 刚出道便展露头角的她凭此剧拿下多个最佳新人奖的奖项。 然而,不满足现状的她又开始蠢蠢欲动。 03.大学未毕业就被唐人看重,刚毕业便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色。 这比打拼八年依旧默默无闻的赵丽颖不知好了多少倍。 可身在密贯的林更新却不愿就此蹉跎年化。 身为实干家的她开始了行动。 拍完《步步惊心》后,林更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边缘化。 虽然第一炮打得还算响亮,可公司对她的后续安排却跟不上趟。 尽管已经与唐人公司签约了十年,林更新依旧不管不顾。 即使要付出代价,她依旧在所不辞。 按理来说,唐人当时手握胡歌、刘诗诗等当红艺人。 发展前景可算是一片大好,林更新节约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她是要一条路走到黑。 最后,她赔付195万,并被前老板骂得狗血淋头,获得了自由身。 顾得不赞叹,她确实是有两把刷子。 这边刚与唐人解约,那边便顺利搭上了港圈大佬徐克。 仅仅是凭借一张照片,徐克便拍板让林更新出演《敌人节之神都龙王》。 在徐克嘴里,林更新一直都是一个很端正的人。 等到要拍新电影时,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林更新。 在徐克的电影《西游降腰》片中,林更新饰演的是貌比潘安的唐僧。 第一次现到林更新,对她的印象就是帅气有加,符合她的审美。 所以林更新才能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她的电影中,从配角到主角。 这也能从侧面衬托出林更新的演技是持续在线的。 固然大导演不会这么倾心于她。 从电视剧到电影,林更新转得轻而易举。 她从未感受过有什么费劲或是艰难坎坷之时。 想演戏就演戏,不想演戏就干点别的。 打游戏,谈恋爱权是她最最新的。 而她,也确实对得上《九亿少女的梦》这个称号。 04。 《九亿少女的梦》是林更新游戏上给自己起的称号。 事实上,女朋友应接不暇的她简直是实至名归。 大学时期,她便有了个据传是富二代的女友王荣。 两人增多次在机场。 酒店等的被拍到。 但毕竟是年少轻狂,随着毕业的来临最终不了了之。 等到进入娱乐圈,第一个被传的绯闻女友便是周冬玉。 彼时两人因合作同桌的你打得火热。 媒体拍到两人深夜甜蜜相拥的画面作为呈堂正贡。 但不知是俱宣还是单纯为了营业。 林更新与周冬玉随着电影的结束也分道扬镳。 随后,林更新便马步停蹄在新剧组认识了新人。 拍摄《三少爷的剑》期间,他与蒋梦杰音戏生情。 最终也真的假戏真做,却依旧未能使浪子回头。 自古从来都是,只听新人笑,哪闻就人哭。 林更新以迅雷不及炎耳知识迅速又交往网红王柳文。 或许是受好兄弟王思聪的传染,林更新也学以致用。 谁人不知,王思聪最爱的便是各个网红小姐姐。 甚至口味独特的他还与林更新成了密友。 两人一起玩游戏,一起看房子,一起录节目。 林更新被外界传的神乎其神,成了万达少奶奶。 虽然随着王思聪回家继承家业,两人的传闻也就此平息。 可静默者黑。 长时间的相处,使得林更新早已学习了王思聪的优良传统。 88年的他恋上了96年,神似林允儿的网络人气美女。 但最终也是与之前如出一辙的被拍到,并没有承认。 在这之后,林更新又恋上了素颜女神王立坤。 两人因合作西游降魔片而有了交集,又是因戏生情。 虽然这段感情一直被外界看好,大众喜闻乐见。 然而故事的最后传来的却是王立坤与他人结婚的消息。 但这对林狗来说并不算什么。 毕竟他可是万花葱中国,片叶不沾身。 拍摄最初的相遇,最后的别离时又因戏生情。 与女主葛月希传出绯闻,擦出火花,最终没了下文。 相比较林更新的多情,赵丽颖从未传出过绯闻。 仅有的两段便是绯闻对象陈小和前夫冯绍峰。 一心只想搞事业的赵丽颖,志愿做自己的大女主。 无谓艰险,勇往直前,越挫越勇,坚定走出自己的道路。 反贯林更新,则是有自己的节奏,走走停停,起起伏伏。 生性洒脱的她始终追求的是轻松、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 各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她们,终究是背道而驰。 她们的结局,其实早已注定。 大家好,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赵丽颖和林更新这两位娱乐圈的明星, 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。 首先,让我们来看看赵丽颖。 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,赵丽颖一直以她的才华和努力在娱乐圈中闯出了一片天地。 然而,与其她一些明星不同的是,赵丽颖并不十分在意感情生活, 她更注重的是自己的事业。 她渴望成为一个独立、坚强的女英雄,为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。 即使面对挫折和困难,她也会勇敢向前,永不放弃。 而林更新则是一个有着独特节奏和风格的演员。 她的生活态度是随性而来,她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,不受拘束。 她有时会有点冷静和沉默,有时又会充满活力和激情。 她享受着每一天的自由,追求着自己心中的快乐。 虽然赵丽颖和林更新在个性和生活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, 但她们之间也有着共同点。 她们都有着坚定的内心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。 她们都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, 都有着自己的粉丝和支持者。 然而,尽管她们可能有共同点, 但她们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确。 赵丽颖更关注自己的事业和梦想, 而林更新则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和享受。 虽然她们之间可能有过亲密的合作和互动,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会走到一起。 所以,我认为, 赵丽颖和林更新之间的关系只是有意和合作, 并不会发展成为恋爱关系。 她们的生活和价值观有着很大的不同, 这也决定了她们在感情上的不合适。 虽然每个人都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, 但最终她们还是两极相斥。 总的来说, 我们应该尊重赵丽颖和林更新的选择和生活方式。 无论她们选择什么样的人生, 我们都应该祝福她们, 希望她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 最终的结局只能由她们自己来决定, 我们只需要在一旁默默支持和祝福她们就好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